法师身披袈裟 对着一张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照片 喃喃念咒 川普上周六造势遭暗杀未遂 千里之外的印度极右翼宗教团体 认为是敌对势力 害川普卡到阴 又是洒圣水又是奉鲜花 希望众神明帮川普杜结 CNN甚至报道 其实造势几周前 美国相关当局和川普阵营 都有接获伊朗计划暗杀川普的情报 因此特警局加强川普维安等级 但并没有发现伊朗企图暗杀跟周六的枪击案有关 特勤卫安虽然等级加强 川普还是差点送命 美国卫安漏洞一律越滚越大 特勤局与宾州警察现在互踢皮球 都说是对方没彻底进行清场 才让枪手有机会爬上屋顶犯案 前特勤局干员就批评 双方从事前到执行维安行动都沟通不良 另外枪手是如何通过安检的 专家推测嫌犯可能一开始 身上就只有远距离射击用的测距仪 嫌犯后来又是怎么拿到枪 专家研判枪手可能又离开安检区 回车上取枪后 在维安范围外动手 尽管安检人员因为枪手持有远距离射击 会用到的测距仪将它标记为可疑人物 但嫌犯离开安检区后却没有继续追踪 直到支持者大喊有人在屋顶时 离枪手开第一枪只剩下45秒时间 案发后警方也在枪手身上和他的车上 找到两枚远端控制炸弹 两个引爆器 三个满满的弹夹 和一件防弹背心 让人好奇 凶手究竟是要靠这些武器脱身 还是想要杀更多人 暗杀川普风波还没过 FBI及国土安全部又警告 可能有后续攻击 阿拉巴马州就接获通报 有人在公园涂鸦挨到枪手 共和党全呆会会场外 警方甚至逮捕一位持枪谋面男子 而警方稍有不慎 恐怕变成执法过渡 在全呆会会场1.6公里外 维安人员遇到两位吵架路人 其中一人情急之下亮刀 结果遭警察击毙 面对乱成一团的政局 今年830万美国首投足 手上的这一票 如今变得更重要 ans.com 选择人员遇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